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既然没有说非常的大的话 其实我认为你还是要看什么 还是从产业趋势去看 因为你从产业趋势去看 再搭配这卷值比 其实有时候股票配合起来 这种就会一时天雷沟通地火 它搞不好涨起来 就一个大的题材股 就是大题材股它是容易暴涨的 比如说像刚刚宏杰克的部分 差点要挑战涨电板的价位 其实就那个宏杰克 或是说像刚刚我们讲的散热双的部分 其实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都是在明年5G的部分 他们是踩在产业趋势浪头上的 因为你明年 你现在不管是5G的机器台 或是明年的5G手机 或是PA或是散热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一定要用的 甚至什么 甚至说因为4G到5G 其实他们单价是会往上跳的 那往上跳的话 其实就红杰克 我相信红杰克都讲个百个月了吧 其实就很简单 因为你看那个 其实红杰克是不是搭配一支 那个什么利基 对不对 我如果说就那个GNZB来看 你红杰克是跟利基挂在一起的 那你红杰克跟利基挂在一起的话 利基的单 利基之前 在美国 在那个中国的部分 他们是做那个桌上型PA的 就是桌上摩天的PA 其实之前谁理他 但是去美化之后 美国拿掉 他忽然变一割了 那一割的话 那他的单是下个谁 其他的单他就下个什么 其他的单其实就下个红杰克 所以 为什么利基在网上冲的过程中 然后呢 红杰克也跟着冲 其实他们 因为他们两个一起的嘛 利基的单就丢了红杰克嘛 就是在中国这边 其实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很多次 你联发科什么Mainship啊 洛达这边的单都往谁送 都往红杰克送嘛 那往红杰克送的话 过去我们说的那个PA三雄 PA三雄文貌嘛 红杰克嘛 全新嘛 文貌全新红杰克嘛 但现在 现在你不能这样看PA三雄 因为现在两边 已经分成中国跟美国的阵营了 那中国跟美国阵营 那我不知道我们发觉 为什么文貌 文貌有涨没错啦 一直在300多块没错 但是他的涨幅 比如说红杰克 现在88多文貌呢 文貌呢 文貌一八雄 怎么会这样子 很简单嘛 现在是中国这边的单是 中国 中国都13亿人口嘛 人那么多 所以呢 就是你 中国跟美国部分 那美国其实 就是跟文貌是比较好的 文貌确实 就是短线上太没什么 就是太没多余的产能 他这个地方有在扩厂 没错 产能扩出来是 没你第二季的事情 但是呢 现在短线上 谁可以第四季有办法先扩厂 甚至到明年的部分 有办法扩厂 而且扩厂的速度 那个幅度是 幅度是一倍 就红杰克他现在扩厂 到明年来看 基本上这扩出来 是差不多一倍 就以现在来看 跟现在比的话 是一倍左右 所以你从这个产业逻辑来看 你就可以发觉说 为什么红杰克 长得比较多 那长得比较多 其实我相信 这个连线里面 我跟大家提到这个东西 讲很多次 但是你从圈子比来看 好像也蛮多人看这个股票 越长越不爽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今年太冷空 明年太西空 但是也不要忘了 明年是4块没错 但是如果说 产业趋势往上走的话 还有后年的事情 所以等下这边 涨很多没错 涨很多的话 如果说你不敢追的话 可以稍微做震荡 那如果说以今天来看的话 如果说以短线上 今天来看的话 我们刚刚讲的是PA跟散热 对不对 你PA跟散热 其实像那个双红剑也创到新高 那双红创到新高 其实有一支捐质比也很高 是3338的泰塑 他跟双红一样是做热板的 泰塑的捐质比也很高 是34.75 我刚刚那个我们看的面板最高 因为排八支而已 最高是34.9 泰塑的也很高 是34.75 那如果说你就这个3的部分来看的话 就产业面来看的话 双红是龙头没错 但是泰塑呢 泰塑他的暴力 后面可能会最强 因为双红现在是500万片 他之前说500万要扩到600万 但是泰塑呢 泰塑之前法律是说 我现在100万片 我要扩到200万片 所以它是一个double double的那个扩产幅度 所以如果说以今天来看的话 我相信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 通常这个是创高做成大 但是呢 但是泰塑是真理过后 这个地方开始转强 所以我认为像这种部分 这两次一样都可以留意 好 其实这些呢 已经涨多了 今年强势股 当然很多投资人敢看 但不感觉 反正大家想知道的是 鸿海呢 到底呢 到底来到这个位子 是买点还是卖点 因为虽然短期上涨起来 但是整体来看 还是在一个比较 相对低基期的一个态势 但是我们看一下鸿海 今天早盘已经一度呢 要往81.3的填息价位 来进行一个卖进了 那么在今天开始 有外资持续在罕进鸿海咯 今天我家美希外资说了 在三大业务易住获利之下 加上他的股价低于净值87块 给予他这个目标价 从原本的70元上修到94元 所以今天虽然是 挑空往上流上影线 但大家想知道了 当鸿海震荡压灰 到底来要这个位子 是不是好的买点 今天洪家军的子弟兵 倒是持续的敲边果 一档接着一档期 10月份掌势也都相当凌厉 像郑威今天拉上那样 等掌停板 题材是今年的EPS上看 4块钱也是跟财报有连结的 讯息 这10月份的涨幅超过了三成 这跟扩产题材有点关联性 金鼎啦 真鼎 其实也都有迎接资本支出 还有营收创新高的题材 所以问一下这个宗林哥了 因为鸿海要来挑战天息 加上了很多子弟兵 其实10月份涨幅也都不错 整体集团股的气 是什么办法延续啊 我认为是有机会 为什么 像刚刚那个 我们讲到那个 美西的外资那本报告 他直接一开始就写什么 股价定于禁止嘛 现在鸿海78块多 禁止在哪里 禁止在87.76 如果说以第二季部分来看 是87.76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 你股价在涨 其实不会因为什么 什么捐资比因为什么 其实股价涨一定是因为 产业的基本面做改变 那基本面做改变的话 那个筹码才会进去 所以如果说我们回到 产业的部分来看的话 我相信最近在 大家在那里上会看到 iPhone 11卖的不错 对不对 那卖的不错就我去访查了解 真的卖的不错 而且而且已经开始 苹果这边有在加量 他不仅加12月这边 之前是调到20% 现在拉回到50% 他已经加到1月份这么量 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明年的3月是不是要 推那个iPhone SE2 对不对 那一支是399美金 很便宜合台币 就1万多块嘛 那那支就苹果这边来看 其实应该也会 应该会卖得不错 为什么 因为那支是iOS 13的那个版本 那你iPhone 6这部分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 还是拿iPhone 6 那iPhone 6 其实它没有办法怎么样 它是没有办法更新iPhone 那个新的转体就是iOS 13的部分 所以就iPhone 11 以及明年3月份 这个要推出的iPhone SE2 这部分 其实就苹果认为来说 其实是好的 那好的 但我们就想 如果说它好的话 那很简单嘛 谁会先收费 代工先收费 代工像在代工 不是红海在代工 所以也就是 就这部分的话 其实它产业是OK的 所以你才会看到说 红海不是今天才涨 它跳了好几天 拉好几天上来 所以我认为像这个红海 就是 当然它可能长得比较慢 因为大股本的嘛 就是我认为 产业有改变 我认为是可以留意的 那除了这部分 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政威嘛 对不对 政威今天创新高 但是政威创新高的逻辑是什么 如果说你从筹码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就是 反而在买嘛 然后大股本比升高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就是 它会创新高 那从那个筹码来看的话 大股本比升高 然后反而又有在买的话 同样的逻辑 就是除了政威以外 我认为像那个金顶 讯星 真顶 他们同样都是 反而在买大股本比升高 所以如果说就红家军来看的话 我认为那个金顶 讯星 真顶后面 如果说有压回的话 有政党一样可以做留意 可以做观察 好 非常感谢周琳给我们带来 在目前排面当中的一个掌握跟观察